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斯拉纯粹是为了玩 因为整体过去的外观吸引到我了 当用车的时候发现特斯拉提速确实很快 起步无声无息 而且噪音响 口玩性很高 可最近想卖车的时候问车声才给出了30万的价格 应该是官方降价和电动车贬值快的原因 还有一位Model S车主表示最近很幸运 因为买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新能源绿盘 第一批车悬挂的蓝盘还是被限号 使用后整体感觉是充电快提速快 不足的地方是内饰做操没有质感可言 现在的续航里程基本上是在350到400公里左右 令人难受的是充电桩太少不能跑高速 特斯拉进入国内四五年也算得上市行业领袖 但是第一批车主的评价更多的是PP 不过能花90万购买特斯拉的车主 估计也就想体验不一样的豪华感吧 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评论 想了解更多技术知识 记得点下关注 人们 subscrib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